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大家知道什么是中观生态池吗? 中观生态池是一种由人工建造的自然生态模拟池 用于进行和生态环境有关的研究 今天这部影片将以一组设立于台湾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水族研究中心的中观生态池为例 带大家认识什么是中观生态池 这组由玻璃圈打造的中观生态池 一共有6缸,每缸的容量约为5吨 钢尼的生态构造 以长期的野外监测资料为标准 摩理了珊瑚礁和海草床的生态环境 生态池的海水由附近的海域抽取 以一流的方式补充至池里 池里也设有照浪器模拟海浪 LED灯为水中的供养植物提供光源 以及使用温度控制系统 加温棒及冷水槽控制水温 生怒方面,生态池有活沙和活石附底 并且设有塑胶平台摆放海草 各种珊瑚及车取备 池里除了有放入一些像海带 梨类、罗贝、海参等常见的海洋生物 也有其他在来生态池里繁生的生物 如海藻、软珊瑚和海鬼等 生态池的环境除了使用网上AQUACONTROLER系统 24小时监控水温和酸碱池 也通过定期的水质检测和环境清理 保持稳定的环境因子 从这组生态池我们可以看见 两项中关生态池的基本构造 第一,模拟生态的环境状况 其中就包括了水流、光源、水温和水质等 而通过定期监测和清理生态池 将能确保其环境因子受到控制 再来就是生物功能群 中关生态池需要结合生物与环境的互动 才能完成生态系统 因此生态池必须具备基本的生物功能群 像是进行光合作用的生产者如珊瑚和海藻 可以清除生态池藻类的初级消费者如海胆、鱼和罗贝 清除水底有机植碎蟹的清除者如海藻 为什么要使用中关生态池进行研究呢? 而这种研究工具又有什么好处? 首先,人工建造的中关生态池相较方便操纵与监控 重复性也高 因此,比起在真实生态进行的研究 中关生态池更能避免外来因素的打扰 使得实验的环境更稳定 其次,使用中关生态池研究也能减少因研究而破坏自然环境的机率 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通过改变某些因子来进行试验 然而,这些改变若直接在真实的生态进行 而不是利用中关生态池隔离实验 可能会因不当的监控而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 相对之下,使用中关生态池模拟不同的因子改变 一样可以有效地探讨这些因子的危害性及自然生态的适应力 其研究过程也能避免造成整个生态的污染 此外,比起一般的单一物种研究 使用中关生态池的研究结果更接近真实的自然生态 这是因为中关生态池的生态模拟 除了能让物种更容易适应相似原生态的新环境 也考虑到了像是食物网、营养循环、环境因子、群种互动等生态关系 使得研究过程不忽略物种原本与其生态的互动 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符合真实生态的可信度 总而来说,结合实验与生态系统的中关生态池 是个很好的生态研究工具 而在世界各地,中关生态池也遭遇广泛用于各种生态实验 中关生态池的设计多样化 除了刚刚介绍的室内中关生态池 也有不少实验是采用户外中关生态池的 这两款中关生态池都隔离了实验环境与原生态 以方便操纵实验 而可以通过中关生态池进行的研究包括 生态与环境学、动物行为学、生态独理学等等 不管是陆生环境还是水生环境 只要好好的构造理想的中关生态池 它将会是最接近真实生态的实验室 好了,这部影片已到了尾声 感谢大家愿意欢迎时间看完 希望这部影片能让各位更了解中关生态池 再见